我怕說哪些地方我講到的 你如果不OK的話 也許可以再把那個畫面再比對一下 再來我們要做一個List View List View的部分的話 實際上這個部分加上去之後的話 就會長得像下面這個地方 它會是一個什麼呢 像一個清單一樣 這個清單跟那個Netbar其實作用是一樣的 只是說它的好處是什麼 也是非常好點 因為這麼長一條 你隨便點哪個地方都可以連到最新消息 那只是說要怎麼做 其實你會發現 它的做的方式 你會發現這個List View裡面的 這個 內容 跟什麼呢 跟剛剛那個UL 有沒有發現 UL到UL裡面都LI 然後超連結 其實呢 跟剛剛做的有蠻多地方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怎麼呢 把那個 當然有幾個做法 第一個 就是三個 三個 三個連 三個我其實有把它隱藏在這邊 三個 如果你 假設你要懶得重打 你可以Ctrl C 然後呢 怎麼做了 接下來的話 一樣就是切到我們剛剛這個地方來 然後呢 做的方式 在哪個地方 在內容的地方 我把它back回來好了 原來這邊是沒有的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內容 這個拉一下 拉過來一點點 OK 內容部分的話 在這個地方 就這一塊 然後呢 我就直接把這個內容 有沒有 我習慣是把它delete掉 然後按Enter 多按幾下 不對 不是在這邊做 應該是在 在這邊做才對 把它按Enter 然後呢 記得喔 在這個 這個是content 就是內容部分喔 那其實我是做 那個剛剛的動作 所以甚至你可以怎麼樣 把上面這個拿來負貼過來也是OK的 有沒有 UL到UL 有沒有 然後把這一塊複製一下 乾脆直接貼到這裡來算了 貼上 好 那貼完之後 這邊就要UL到UL 那裡面當然會多一些啦 什麼Data icon 這個可能不需要 DataSync不需要 不過 如果你不拿掉好像也沒關係 我們試一下 只是差別是說呢 UL這個後面必須多增加一個什麼 叫DataRaw 所以我建議是自己打好了 Data 有沒有 UL後面加一個DataRaw DataRaw 等於什麼呢 那個東西叫ListView 有沒有ListView在這裡 這樣就OK了 那把它切到其實看一下 出現了 出現了有沒有 點擊它 也OK 有沒有上一頁 那只是說呢 我們剛剛的這些東西Data icon 它不會顯示出來 因為它這裡面沒辦法放icon 那DataSync的話 好像會顯示出來 可是有沒有影響 我看一下 這個它點一下變成什麼 變成藍的 好像沒有影響 所以基本上 這些東西呢 當然你之後也可以把它砍掉 假設你覺得這個 不需要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有沒有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完成這個ListView部分 OK 第一個啦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 把它全部都 做出來 這個就完成了 所以首頁部分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存存個檔好了 儲存 那其他的話還有哪些地方可能要注意的 最後的話當然還有什麼 就是底下的頁面 比如說你底下頁面 你會發現點下去 最新消息 這樣列出來 感覺好像沒有很漂亮 其實你也可以再做一件事情 可以把底下的頁面有沒有 最新消息啊 它這邊其實很多個段落 你一樣可以做 同樣的動作是什麼 你可以把它改成項目符號 有沒有 然後項目符號之後的話呢 它這邊一樣有個什麼 UL 甚至你也可以呢 當你 做項目符號之後的話呢 最新消息它會長像這樣子 一點 可是這個感覺 比較像一個網頁 不像 手機上面的畫面 所以 你甚至可以怎麼樣 把 這個地方 UL 有沒有 後面還是跟剛剛一樣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叫Data Raw Data 自己打一下 Data 自己打一個Data 用選的 Data Raw 等於什麼呢 一樣可以把它改成叫 This Surview 等於 This Surview 用選的 有沒有 在UL後面 增加一個到Data Raw 等於This Surview 然後 Ctrl S 儲存 預覽一下看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 最近消息 有沒有 它就會類似像 剛剛 只是說因為裡面沒有超連結 沒有超連結的話呢 那就不會有這個旁邊的箭頭 除非你有超連結 所以比如說那個項目還有超連結 它還有個箭頭 還可以再點進去 繼續看 其他更多的 所以新書登場一樣 認證課程也是一樣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 有一個 互動 這邊切過來 可是問題來了 切過來 變成上面應該要有一個 回 什麼回上一頁吧 可是現在沒有 那我怎麼加上回上一頁 現在可能變成說我必須要利用什麼 手機本身的那個 back鍵 但如果說這邊最好貼心一點的話 假設說我今天希望在這邊 增加一個什麼 回上一頁的功能的話 該怎麼做 回上一頁 其實也非常簡單 你只要在切到什麼 切到最新消息 的這個頁面 然後記得你要點選 請你點選 這個外面這個紅色的框框 記得 有不要放上來嗎 紅色的 不是 藍色的 是紅的 紅色的話 點下去 你會發現 它是選整個page 特別紅色 不是藍色 紅色是page 整個選起來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點擊 整個之後的話 特別叫這個page 你找到這個旁邊有個設定 一樣是這個這個標籤檢視窗這邊 它會有一個 屬性叫做 Data 什麼呢 add back back就回去 button 有沒有發現 就是第一個 你可以把這個選項 它有個開關 True 就是要 False 就是不要 你可以改 True 就這個 OK 如果你要回 上一頁的話 這個 把這個屬性改成 我們來試一下 及時看看 最新消息 有沒有看到 back就出來了 按一下 它就back了 OK 這樣就感覺蠻貼心的 只是說 可是 這個功能永遠有些同學就覺得 老師 可是這個顏色黑的 我覺得不好看 可不可以讓我改成其他顏色 我想要讓它 顏色明顯一點好了 改成黃色好了 可不可以 還有呢 上面這個back 我覺得 我想要上面改成中文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啦 其實 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 這個地方D 先選整個紅色的 然後這邊改為True 第二個的話 如果說你想要改顏色的話 一樣的道理 可以在哪裡呢 DataThink 我記得這個DataThink 可以改成什麼呢 DataThink這裡 一樣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如果你要改成黃的話就是黑、藍、銀、灰、黃 那就是1 1 OK 我試一下 變底下 那不對 那怎麼辦呢 因為我剛剛選整頁 變整頁是黃的 那應該選什麼 應該是 選那個 選這邊一下 應該是 哪邊要改一下 顏色 這邊是DataThink 顏色的部分 這可能再找找看好了 這邊整個page 那如果是整個 這個黑的的話 黑的DataThink 我看一下 變上面 這個黃的 試一下 是黃的 但變整個黃了 再找找看好了 反正就是 你選了哪一個 你給他DataThink 就會變那個顏色就對了 按鈕已經變黃了 也OK啦 這個再找找看 有沒有這個 最後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這個back上面的文字 改成中文的話 比如說 回上頁 回上頁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改 最後的話一樣 最新下面這邊點一下 剛剛是 我們的這個back這邊 那底下還有 等於是 第3個 這個第1個 第三個是什麼 DataBackButton的Test 意思說他的文字 如果你不要用那個back的話 你可以這邊改一下 回上頁 有沒有 這樣OK 試一下 把這個改True 這個改回上頁 那我們即時看一下 按一下 回上頁 有沒有發現 這個按下去 所以請各位 今天的主要的作業 大概就是大概做到這裡就OK了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剛剛我 又多增加了幾個地方 一 請你把這個底下 變成什麼呢 Content的部分 把它用UL 這個UL後面加上什麼 DataRaw 等於ListView 把它做ListView 第二個的話 在最新消息 這個頁面裡面的話 也把這些項目 把它改成 就是用ListView 來顯示 並且增加什麼 增加這個頁面上面的一個back 這個back 然後回上頁 顏色的話 我想再找找看吧 看一下 Content 還是其他的屬性 好吧 先這樣 然後 其他頁面 包含什麼呢 新書登場 請各位自己再把它加 也是要回上頁 認證課程也是回上頁 然後並且這邊一樣 把這個 改成什麼 改成項目清單 然後並且把UL這邊加什麼 加Data 一樣 這邊 自己再加一下 改成什麼DataRaw 等於ListView 這邊空一個 它這個其實會自動提示 所以有時候如果你怕打不出來 你就是大概記一個頭就可以了 DataRaw 等於什麼 等於ListView 這樣OK了 好了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最後的話 今天絞交的 部分的話 你就把它存檔 把它 儲存檔案 那絞交的檔案的部分的話 就是 這個 資料夾 把102的這個資料夾按右鍵 你把它壓縮 也許你用7VIP 加到壓縮檔 然後呢 把它壓縮成VIP的檔案 繳交這個 102app.zip 的這個檔案就OK了 最後的話呢 就是 交交這個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剛剛主要重點 第一個 下方再把它改成用ListView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呢 我切過去之後的 這個最新消息 然後呢 還有就是說 新書登場認證課程 那也是一樣 再幫我加上那個 回上頁的按鈕 讓它可以切過去 切回來 切過去 切回來 那底下的部分呢 一樣在幫我把它改成 用ListView 今天的話大概 就是先做到這裡 你會發現 其實 整個 這個本來是做網頁的 它只是把網頁的技術 再套用到那個一個叫 Jekry Mobile的一個 這個外掛 他幫我把這個 Jekry Mobile的外掛 就主要是怎麼樣 幫我把本來那個小小的超連結 變成大大的按鈕 跟大大的ListView 這樣的好處 將來 把這個東西放在手機上 你在 操作上面呢 就會 比較 簡易很多 之後的話呢 會再教各位 如何再把這個東西 本來是一個網站 變成 一個 手機的App 或甚至啦 如果你現在有地方可以放網站的話 其實你讓人家連結 讓人家 其實連到這個網站上面 index 其實 也會看起來 比用那個 以前那個網頁的方式呈現 來的好很多 友善很多 OK 所以剩下的時間 請各位就試著把 這個部分完成 再補充一下 就是說最後 這個按鈕 這個顏色要變更的話 後來找到那個 功能 其實就是 屬性的設定在這裡 這個是 加按鈕 這個是把它改成中文 它的 它的顏色主要在這裡 有沒有 有個 Data Back Button的Think 在這裡 所以你只要把它改成黃色的話 這邊改成1就可以了 我試一下應該是OK的 這樣的話點擊 再去黃色 OK 主要是從那個剛剛 特別注意喔 其實只是說在這個頁面選起來 在這個地方做設定 OK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 那這樣的話呢 請各位就是今天的練習 就是把 我們今天講的相關的效果套用上去 然後 並且就是 再把它那個 壓縮起來 壓縮成 102的 102的App 這樣的話就完成今天的作業 給анные 囉 謝謝